再來看Bridge Master Level 3 B系列第21牌 這牌合約是五枚花,西家攝影黑桃King 看一下這牌的大法 這牌黑桃掉一個,紅心掉一個,然後低花都好的 可是這牌掉兩個合約是沒有問題 剛好掉兩個可以完成五枚花 可是如果要處理紅心打手上 那勢必要再處理紅心的兩張四頂 那要處理掉這兩副的話,有兩種打法 第一種是建立對面的好方塊 假設王牌我們有6加39張 如果外面是平均的兩張兩張 那對面敲完王以後,對面還有一張8 那可以利用王子紅心8號王子紅心上手以後 然後把這邊建立好的方塊去墊掉手上的紅心 那第二種打法就是 直接走王子紅心的這個路線 而不用去建立方塊 那 那我們現在一開始就同時可以保留這樣的打法 那先送黑桃以後 拉王牌回到手上 那現在呢就是先送一轉紅心 那他在幫我們敲王 結果王牌並不是平均分配 也就是說想要走建立方塊的這個路線 看來是持路不同 所以現在就只能希望說 走王是紅心嗎? 好像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手上還有兩個紅心 失定處理不掉 因為左邊一直很犀利的敲王 最後就只能希望說 左邊有一張梅花的人 他有四張方塊 因為左邊還有一張梅花 那如果他有四張方塊的話 那一樣可以把A-King-King敲完以後 到對面 用紅心 到 給對面 對面王吃紅心以後 就可以再用方塊勾 墊掉手上的一張紅心 好 那看一下這樣子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了 結果 結果 在打紅心King的時候 就被左邊王吃 也就是說這樣方法也是沒有辦法成員 所以最後選擇另外一種打法 左邊一樣黑桃吃住以後 幫我們敲王 那現在就只能希望說 如果梅花是2-2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3-1的話 就希望 有一張梅花的那個人 他有紅心A 那現在被我們敲 把梅花 那個一張已經沒有了 那就用紅心去投入他 這時候他就沒有辦法 再幫我們敲王 他只能隨便回一張 到我們手上 然後到我們手上 就可以利用 對面的兩張梅花 然後把紅心的失定給王吃掉 OK 當然如果他 如果手上還有梅花的話 那我們就只能希望說 梅花是2-2的分配 OK 那所以這樣的合約 至少有多了一線希望 就多了一種機會來打 然後黑桃一樣 王吃回首以後 然後就 再把梅花拔光 這樣手上牌就都打了 再來看第二十二牌 合約是4A桃 西家手引紅心4 那這牌的話 東家有開過牌 左邊 可是左邊他沒有做回應 代表說左邊的牌點可能非常少 OK 那這牌的話 掉黑桃掉一個King 然後方塊掃A Queen 梅花掃A 那最糟的情況就是會掉四伏 那合約就倒了 那看一下這一副 正常的話可能會 紅心吃住以後 去看一下方塊有沒有A on 結果沒有 那這時候再 方塊掉兩副了 那這時候 左邊再回方塊 那就 讓對面用大王牌王吃 如果被超王吃 那合約就 這時候就要倒了 因為還會再掉一個梅花A 那合約也就倒了 所以這牌一開始就要去想說 到底要怎麼處理 黑桃King跟 梅花的A 那支援這兩副就是 會讓這個合約 成還不成的關鍵 那第一副 一樣紅心吃住以後 假設方塊 在A在右邊 那這時候 合約其實就是 成立的 因為只要A on的話 就掉一個方塊 然後黑桃可以直接送它 再掉一個梅花就好 那第二種情況是 方塊A在左邊 這時候方塊就要掉兩個 那如果方塊A在左邊 它會不會同時具有黑桃King 那一開始就要去想這個問題 那如果這個問題有想通以後 那就可以假設說 那其實D轉拔黑桃A 也是可以成約的 就是在剛剛那兩種情況 都不會有所衝突到 所以 D轉的時候就要把黑桃A給拔掉 看能不能有Dunking掉下來 沒有的話在期望說方塊A on 那D轉他掉了Dunking以後 出現了四張黑桃 然後 5 6 7 8 9 4 11射 所以還有最後一張黑桃 所以最後一張黑桃 就把他黑桃給敲光 然後最後再希望說方塊是A on 可是方塊A on可以不用那麼久 我們可以先把梅花呢 先拉出來 然後他再丟方塊 方塊結果並沒有 那看來方塊要掉兩副了 好那最後就也沒有問題了 他再丟方塊我們對面就王癡 王癡以後用梅花的好牌 墊掉手上的一張小方塊 然後在梅花王癡回手 紅心丟給對面的王牌王癡 那合約也就可以完成了 再來看第23排 這排的合約是四黑桃 西家有叫過一紅心 好那看一下這排的打法 這排的話 黑桃掃Queen 紅心會掉兩個 然後方塊會掉一個 那以後說最糟的情況就是 黑桃Queen沒有偷倒 那合約就要倒了 所以這排的關鍵處理 看來就是要把 黑桃Queen給找出來 那看一下這排的黑桃Queen 會是在哪裡 可是這邊看一下 左邊的手影是非常奇怪的 他叫過紅心 可是他並沒有手工紅心 有的時候 左邊紅心可能是沒有連號 所以可以想一下 左邊紅心沒有連號的理由 那沒有連號的理由 有可能是 A-Go A-Queen 或是King-Go 那有的時候 左邊 可是左邊又有開角過 所以左邊 紅心有最多排點的情況 也頂多是 A-Queen-Go 7個排點 那7個排點 再加上 如果方塊有A 那也才11個排點 那11個排點 這邊又出現了 梅花-Go 代表說他很有可能 是沒有梅花-Queen 那沒有梅花-Queen 的情況下 又要能開角 那代表說他 至少需要有 黑桃Queen 有時候這時候就可以 利用這個的推理去推理說 左邊應該是 還有黑桃Queen 所以就打定 黑桃Queen 在左邊 所以D轉 梅花吃住以後 Barking 然後再 拉到 A 好 那Queen就出來了 好 那剩下的也就可以 把這排給 處理完 好 然後 方塊 紅心再送給他兩個 最後也就可以打夠 因為剩下的牌 就再掉一個紅心 好 再來看第24排 這排的合約是7紅心 西加手引紅心2 看這排的打法 這排黑桃不會掉 紅心也不會掉 方塊少King 那梅花也不會掉 那這排的話 正常的話 可能會想走 把打手上 把梅花給往死掉 然後去飛這個 50%的方塊 可是這樣 50%的方塊 對大滿冠來說 並不是說非常好 所以應該 不要一開始 就打定說 把這個大滿冠 寄託只有50% 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去想說 如果黑桃 是有機會 可以讓對面建立 這邊有五張 手上一張 可能是5 4 3 1 那這樣就可以建立 一副黑桃 然後把手上的方塊 墊掉 這樣就可以 可以去 去非必要的去投方塊King 那所以一開始就可以打定這種打法 那這邊王牌的話 六張 四張 所以外面的話 還有最後一張王 那他手攻敲王 那所以一開始的話 就可以打定說 走這個 建立黑桃的這個路線 那梅花先吃住以後 給對面王吃 然後對面再拔黑桃 然後 黑桃王吃 那我們在手上拔梅花 給對面 王吃 對面再拔黑桃 到我們手上 王吃 再拔梅花 到對面 然後對面就可以 王吃 然後 對面再丟黑桃 我們手上王吃 這邊也是因為我們王牌號碼是非常好的 OK 那我們最後一張黑桃 已經就建立了 這時候他的黑桃 就跑出來了 的確黑桃是五四三一的情況 就是左邊有四張 右邊有三張的這個黑桃 那最後呢 就可以把王牌給敲光 然後把對面的方塊墊掉以後 然後方塊下去就可以吃最後一張黑桃 這邊好像看起來稀鬆平常 可是事實上 一開始就要去想說 是要先丟給對面王吃梅花呢 還是要從對面拉黑桃過來 王吃黑桃 那一開始 就要去想這個問題 如果一開始走錯邊了 最後就會沒有辦法敲到王 所以這排其實看起來簡單 可是事實上是要去想的 再來看第25排 這排合約是七五王 然後左邊收影紅心 先勾 好看一下這排 這排看來是 滴花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滴花就是 3加3就六個 所以看來最後一個去殼要生出來 就是要從高花來生 不然去殼會不夠 這邊把大牌都吃完也只有12副 好那就先吃吃看吧 好 第25吃住以後就先把滴花先拔一拔 OK 都有根 好方塊是全部都有根的 再來看梅花 我們要第一轉也都有根 第二轉也是 好第三轉的時候 左邊墊了一張紅心 有時候左邊沒有根出來 那右邊的話就還有兩張梅花 是5 3 3 2的這個 那這時候因為左邊墊紅心 我們就要紅心來去 對他做個起牌 好那目前出來了 9張紅心 好那因為 這時候出來了10 11 12 有時候紅心已經吃完了 那我們最後的紅心5號就大了 好那事實上這樣看起來好像蠻 蠻正常 可是事實上這時候 是因為左邊呢 他通知具有4張黑桃跟4張紅心 所以在當我們在吃紅心的時候 左邊就面臨了幾排 因為他為了要 防守黑桃 他左邊可能最後剩 勾小小小的黑桃 好那這時候我們紅心到手上的時候就大了 就可以把對面的這張黑桃小排電掉 只有黑桃下橋 黑桃下橋到對面 這樣就可以打夠了 再來看第26排 合約是六五王 其家收銀小黑桃 看一下這排的打法 那六五王的話 trick是不太夠 所以看來這邊有可能會掉的就是 紅心King 還有梅花的King跟狗 那這邊的話如果直接吃完三個黑桃三個方塊 也才六個 然後如果吃四個梅花 七八九十 再加一個紅心也才十一個 所以trick是不太夠 那這邊要少理先弄紅心還是梅花就要看 就要看我們的這個處理了 那第一個黑桃吃住以後 這邊又要想一個問題說 如果紅心King有頭中 那可以採用吃四個梅花的安全打法 那如果紅心King沒有飛中 那梅花必須全吃 這樣trick才會夠 那要全吃梅花就必須打 梅花的King勾都在右邊 對右邊做雙飛 這樣機率當然是比較小的 所以在還沒有決定紅心King有沒有飛中之前 先動梅花就是一個比較不明智的選擇 所以就是先去測試一下紅心King有沒有飛中 那有飛中的話 就採用吃四個梅花的安全打法 那可以先拔梅花A 都有跟以後 這時候再用這個方塊下橋 再從對面拉一張梅花出來 看右邊跟什麼 那右邊跟大牌我們就放小就好了 那大家再回黑桃 那這個時候也就可以確保說 我們可以把梅花全部給吃完了 那最後也可以打夠 因為全部的牌就都好了 再來看第27牌 這牌的合約是五方塊 西家手銀梅花King 好看一下這牌的打法 左邊有開過一梅花 那這牌五方塊的話 紅心黑桃都是好的 那方塊的話 是少了一張夠 那梅花會掉兩副 所以這牌在梅花掉兩副的情況下 就是勢必要找到那張方塊夠 這樣合約才可以完成 那這邊左邊 先拔梅花King 就給他 然後他再拔梅花A 還是給他 那到第三轉的時候 他又放小梅花 那這牌當然是沒有 是可以用手上吃住的 可是如果這時候用對面 隨便電牌的話 有可能被東家網吃 所以為了保守起見 我們用方塊的King來網吃 果然右邊是電牌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顯示 東家只有兩張梅花 那這時候就要去想說 到底方塊的勾會是在哪裡 那這邊要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東家有開交 這邊先看比較紅心的情況 左邊的話 勢必是沒有五張紅心 不然他會開一個紅心 所以可以打定說 這邊是兩張紅心兩張紅心 有可能東家是五張紅心 左邊是四張紅心 可是東家他並沒有叫一紅心 那是叫一黑套 有時候他黑套比紅心還要長 所以他有很有 東家的環境很有可能是 高花是五張五張 那低花的話 梅花他已經顯示出他有兩張了 也就是說東家最多只有一張的方塊 那如果這張方塊是單勾 那就把它敲下來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可以先把方塊KING 然後再去選擇非左邊的方塊 所以這排是要從教牌過程去做一個推理的 把東家的排行推理出來 東家的排行很有可能是五五一二的這種情況 所以第一轉的話就 拉小方塊到手上的KING 然後第二轉的情況就是去飛 左邊的方塊勾 因為這時候東家已經沒有方塊了 那最後就可以把它的方塊勾給洗出來 這樣你就合約可以完成 這排主要就是利用教牌過程去做一個推理的 再來看第28牌 合約是六黑桃 西家手引紅心KING 看一下這排的打法 這排的話高花都是好的 都是不會掉 那方塊的話少KING 梅花的話少KING 那六黑桃的話 看來是可以走非左邊方塊跟非東家的KING 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的話成約率還蠻高的 大概75%吧 除非都沒有中 那這邊跟前面某一牌很像 是有一個掉一副牌的最高機率打法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種打法 那這副牌的話就是 先把王牌給清完 這邊有六張 然後7、8、9、10、11 那外面有兩張 看是不是平均的 OK 那是平均的 那平均的話就可以把這個 採用一個像撥光的這種情況 紅心撥光了以後 對面呢 先不用去飛KING 把方塊AKING了以後 從對面拉到我們的手上 好這時候再去看左邊的KING有沒有出來 那有出來的話 那當然這合約就已經完成了 可以用對面的方塊勾電掉手上的梅花 那就算沒有的話 那我們到勾了以後到右邊 那這時候他就被投入了 OK 那就算左邊沒有跟出來 那這時候還可以選擇 最後去飛梅花的KING 有時候這種打法是 只掉一副牌的情況下的 最高機率打法 那最後呢就可以用方塊的好牌 電掉手上的梅花 那合約也就完成了 再來看第29牌 這牌的合約是六黑桃 東家有叫過兩紅心 好那看一下這牌的打法 這牌很有可能是 六 六三 六三紅心 三張 兩張兩張 所以這牌會掉一個紅心 那會掉一個紅心的情況下 代表說方塊 方塊也不能掉了 OK那 那梅花也是不能掉 那看一下這牌要怎麼樣處理低花 這牌主要是要讓低花都不能掉 那在低花都不能掉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這邊用 這邊紅心的好牌可以去電掉 手上的方塊 或是電掉手上的梅花 那這牌如果直接去投方塊 那就變成是一個 50%的小滿冠 這樣是一個不太好的 成約的這種打法 那看 這邊可以去想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這個合約成約率再高一點 那紅心的話 可以打說 第一個 如果外面的梅花是平均分配 那可以利用對面的紅心King 點掉手上的這個梅花 然後再把梅花AKing 然後梅花回來王師 這時候看梅花是不是 但是到第三轉 左右都有跟 都有跟的話 就可以不用去飛方塊 就可以把梅花的好牌 點掉手上的方塊 這樣合約也就完成了 那如果到梅花第三轉 如果有一方跟不出來 那就選擇 再去硬的頭皮飛方塊 這樣可以讓 比直接飛方塊的成約率還要再高一點 所以要打定這種打法 一開始就要先去 去設想各種情況 那就考慮先敲網 這邊有六張 對面有三張 所以外面 很可能是2-2或3-1 OK 那是3-1的話 就把網牌給敲光 所以第一轉的話 就先到 對面的梅花 然後用紅心 把一張梅花 點掉 再拔梅花A 然後第三轉 就是關鍵了 看 是不是都有跟出來 好 那結果都有跟 好 那這時候對面的梅花好牌 是已經 6號是大了 所以就可以 不必要的去飛方塊 然後用方塊A吃住以後 用把梅花 點掉手上的方塊 這樣合約也就完成了 好 再來看第三十排 好 第三十排合約是6黑桃 西加手引紅心5 那東加一樣 叫過兩紅心 好 看一下這排的打法 這排黑桃好的 紅心就掉一個A 好 那也是跟剛剛很像 也是 低花是不能掉的 那低花的話 是梅花有可能掉一個 方塊也少KING 所以這邊就要想辦法 把這個處理掉 那當然前面還是差不多 紅心到對面了以後 可以用對面的紅心KING 去點掉手上的一張梅花 好 可是如果這排跟剛剛一樣的話 那會產生一個問題 假設對面的梅花 第三張大了 那這邊可以這樣 先這樣打看 好 紅心點一張梅花吧 被黃色了 好算了 那採用 這種打法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還是主要先敲王比較保險一點 OK 我剛剛是不是算有點失誤 好 先敲王 好 那這邊九張王牌外面都跟了 好 那這時候就可以 打到梅花的KING 然後用對面的紅心 墊掉手上的梅花 然後把梅花A 好 這個手算好像 跟上一排差不多了 然後用王牌吃掉 好 那梅花的6號大了 可是這時候會發生 一個問題就是 對面沒有喬引去兌現他的梅花6 因為對面的王牌上不了手 方塊也上不了手 這樣合約也就是要倒了 所以這排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就是說 希望有一方的這個 方塊呢是KING小 OK 那前面的處理還是差不多 一樣可以把 那個黑桃兩轉 然後發現都有跟 那都有跟了 那就把玩牌敲 已經把玩牌敲完了 然後利用這個 方塊A也先把它踢掉 然後梅花到對面 然後紅心呢就可以把方塊電掉 然後這時候方塊缺門了 然後這時候打個小方塊 希望有方塊KING小的那方 可以把方塊KING丟出來 那我們又可以用手上的 王牌吃掉 然後最後呢 對面的方塊KING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用梅花 A下橋去兌現 這個好的方塊KING OK 所以這排 其實可以跟上一排做個比較 這兩排算還蠻相似的 就是第29排 還有第30排 主要是因為 插在座上它沒有喬引 所以就會採用這種不一樣的打法 好 下到這邊